這個月二十三號屏東縣一天 爆出了八名確診 其中七例都在潮州 為了要防堵疫情 隔天屏東縣長潘孟安 是在潮州設立的快篩站 六天總共有六百八十個人快篩 不過最後的結果都是陰性 也因此在今天執行完快篩之後 這一處的社區篩檢站就要撤掉了 而環保局也出動了大批的人員來消毒 同時也為了讓防疫人員更有保障 屏東縣也率先在全臺之先 先替所有的第一線的防疫人員 來投保防疫險 屏東縣潮州中山公園的快篩站 在設立一週後撤除 環保局出動人員大消毒 而屏東縣長潘孟安也到場 慰問醫護人員的辛勞 從二十四號快篩站設置以來 民眾前往篩檢 最後都呈現陰性 屏東縣長潘孟安 因此決議把這一處屏東縣第一個快篩站 給撤掉 並公布了這項好消息 請屏東縣政府特別針對第一線的防疫人員 特別給他們做了一個防疫險 回顧二十三號當天 一天八確診高達七例 都在潮州爆發 主要是因為有萬華旅遊史的民眾 返回家鄉以後 因為無症狀 個案到處去串門子打牌 後來疫情大爆發 設快篩站以後 縣府要求有雙北的旅遊史 以及和確診足跡時間重疊的民眾 儘快到場快篩 快篩站設置了六天 總共有六百八十人篩檢 只有一人呈現陽性 但這名陽性的個案 後來做PCR檢測也呈現陰性 在把快篩站撤除以後 屏東縣疫情連續兩天零確診 有為防疫工作打了一劑 搶性針 記者林安平 聽東報導